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句话说得好啊 佛讲尽头这个法门 可以说四十九年从来没见到古 古人所谓千金万恩 处处只归 这是证明的 净土三经是专讲 其他诸经是复旦之讲 复旦有的讲得比较多 有的讲得比较少 像《楞严经》上讲《大师之念佛》 袁同章讲得多 有些经典里面只有一两句 劝大家了念佛求生建筑 一句两句 如果这个经典通通都把它收集起来 随便看一看 就是几百步 由此可知 念佛求生建筑 佛在讲一切经的时候 常常提起 可见的这个法门 正是为法大道心的说 法大道心 是什么人 就是希望一生当中要做佛 我不愿意再搞第二生 这样的道心的叫大道心 来生还要做人 还有一些法师 来生还要来当法师 当法师有影 除了像 舍不得离开了 这个愿是不错 来生还想当法师 来生能保得住的人生 那个不叫愿 那叫大妄想 你来生能保得住 还得人生 纵然得人生 你来生能保得住 来生 有姻缘会出家 一般二认 在佛法里真正修行 假修行 那个不算的了 真修行 直接修复 真修行 来生 可以得人生 一得人生 一定去享富贵了 才三宁十岁 就把你迷住了 出家的念头 忘得干干净净 你佛菩萨来提 也提不醒你了 迷了 所以这种念不能发 非常不保险 不可靠 发念佛往生的愿 可靠 这个有福利价值 这个可靠 正是为这些人生 就是一生当中 决定要成佛 决定要脱离三界六道 这是大道性 皆为余术 余术是像一般的 全教菩萨 声闻原觉 以及修学其他法门的人 附带给他们 阿赖耶什种一个念佛的种子而已 就是 精为他们说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